世界各国相继放弃深奥,奥委欲哭无泪,中国被点名也遭拒绝,2001年7月13日,中国北京深奥成功,举国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,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,至今已经十周年了,让全世界全方位了解到了中国国力的强大。 这让我们无数中国人都倍感骄傲,这是每个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盛会,奥运会作为最大的综合体育盛会一直被热捧,今突然的一盆冷水从天而降,2024年和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,申请国不断退出申办,奥委会只能强制安排法国巴黎和美国洛杉矶连续申办。 这两届奥运会直接跳过投票竞选的过程,印度奥委会决定申办2032年奥运会,在其他国家谈冒色变的情况下,印度能够主动帮助国际奥委会简然没知己,按理说国际奥委会应该很感谢才对,但现实却恰恰相反,奥委会主席巴赫拒绝了这一请求,奥运会不能让印度砸了招牌。 众所周知在2010年印度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上,因为不买脏乱叉造成100多运动员集体宣布退在,堪称体育史上的奇迹,原本从一个各国追捧的热馍馍,到现在的烫山域,相信奥委会也是有苦说不出吧。 从目前来看申办奥运会,基本上是原傻钱多的表现,而巴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希望中国能够完成办2032年奥运会,并且指明了广州、上海和武汉三座城市,认为这三座城市有足够的能力承办奥运会。 各位看主你们觉得中国要申请承办2032年奥运会吗?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说说自己高见吧。 感谢观看